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 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东突厥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喀沈发表评论了中国的态度 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中国占领了东突厥斯坦 剥削了我们的自然资源 进行了种族灭绝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 为叙利亚难民创造庇护所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利 中国侵略者你先滚出东突厥斯坦 当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种族灭绝之际 中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少华 率堂访问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土耳其议会卫生家庭和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尼尔·叶迪·伊利蒂兹借贷了访问团 沈尼尔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表示感谢 他说 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 发展对两国的利益都非常重要 观察家说 中国对土耳其的态度使人想起了中国对东突厥斯坦的入侵 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土决理事会第七次首脑会议上 领导人就土决国家之间的团结发表了重要信号 土耳其哈萨克斯坦 杰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 参加了在巴库举行的分会 熊亚利总理奥尔克和杜克曼斯坦副总理 阿加姆拉多夫也出席了首脑会议 在首脑会议的最后宣言中 强调了经济和战略合作 其中包括知识和平之春的决定 有线电视新闻网总裁扎克近日被报让下属专注于攻击川普的报道 有举报人曝光了有线电视新闻网内部会议的录音 在会议上 有线电视新闻网总裁扎克要求新闻部高级主管 在工作中心放在攻击川普的新闻上面 这再次证实有线电视新闻网议论为反川普政客的宣传工具 内容充斥着反川普的偏见 扎克还要求工作人员 要结束与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关系 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启动针对恐怖组织PKK的军事行动 以引起国际关注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 土耳其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后 英国政府决定对出口土耳其的武器暂停颁发许可证 拉布在议会发表声明称 英国政府非常严肃看待武器出口问题 所以我们将非常仔细彻底地研究我国向土耳其出口武器的问题 在我们就此做出分析前 不会对可能用于虚境内军事行动的武器颁发新许可证 此前 德国 法国 挪威 芬兰 荷兰和捷克共和国宣布 将停止向土耳其出售武器 西班牙表示 如果紧张群势进一步升级 爱国设防空系统将在土耳其撤出